如果遇到小朋友有情緒問題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Dr.Buckman提議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什麼呢?有五步 跟剛才Selfia說的很類似 首先你要讓小朋友明白自己的情緒在哪裡 譬如原來你不開心 為什麼你不開心呢? 因為原來你想在家跟媽媽玩 跟媽媽玩的時候當然是開心 然後讓她知道她在用的字眼 去表達她的情緒是一件好事 多謝你告訴媽媽 原來你不開心 原來你不想回 但是那些Buck就來了 你明白了她的感受 聽到她的感受之後 那你要跟她一起去解決那個困難 我強調是跟她一起去解決那個困難 不是你這樣這樣這樣 你選擇吧 1 2 3 要哪個方法 快點 OK 讓她去想一下 咦 哪個方法有什麼好呢? 但是千萬不要給太多東西去選擇 當你走進店裡 太多漂亮的衣服去選擇 你結束後就可能會買很多衣服回家 那不是好事 限制她只選擇一個 所以通常我們會給兩個選擇 不如我們這樣吧 給兩個提議 讓她其中選擇一個 而你給那兩個提議 都是你能夠做得到的那兩個 你不要跟她說 她持火箭 做不夠的 很認同 Dr. Gardner 說的一句話 就是所有感覺都是允許的 你可以因為要上學不開心 或者你有些擔心 或者你一會怕 可能不懂得跟小朋友玩 但是不是所有行為都是允許的 所以如果遇上剛才的情況下 我們不會無限量給支票 你喜歡開多少都可以 我們會說 嗯 好了 那明天星期六 媽媽會不用上班 有一些時間 不如你想一件事跟媽媽一起玩 她就要有限制 這個也是剛才Sylvia所說的 我們要發展到一個自我控制 不是你有1000萬 喜歡去超級市場買甚麼都可以 我們經常會教家長 譬如去超級市場 給他5元 可能不太少 現在買不到東西 給他藥乾的錢 但是他只可以選一件事去買 在這個情況下 他要懂得留 我買了這件事的時候 我就買不到 或者我想買那個聰明豆 不夠錢 媽媽5元怎麼辦 你努力 下次再儲多一點 我們先去超級市場買 這樣的訓練 對小朋友其實是很重要的